哪只美女知道后立即前来反对 不让小伙却淡定地说自己可以等 原来小伙手上的照片竟是美女故意披的 然而此时小伙在外面等消息时 逆龄富二代却跑来要向美女表白 美女因为讨厌这种富家公子哥 于是直接拿小伙做挡箭牌 说自己已经有了未婚夫 最后富二代只好丢下一句狠话 说总有一天会过来跪着求她 虽然富二代走嘛 但是小伙要娶到美女并不轻松 为了考验小伙 美女要她去逢家讨要五千万欠款 只要一分不少就马上和她去领证 那么小伙真的可以成功讨回欠款吗 点击左下方链接观看精彩后续